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全球黄金产量达3478.1吨 连续第二年小幅下滑 此前黄金产量持续多年增长 此外,世界黄金协会还公布了最新的全球十大黄金生产国 你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 今天为你带来了全球十大黄金生产国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印尼是东门最大的国家 陆地面积191.9万平方公里 海洋面积316万平方公里 矿产资源丰富 印尼金矿资源储量约191万吨 碳明储量3200吨 主要分布在苏门达拉岛、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和巴布亚岛 印度尼西亚的格拉斯伯格矿场是全球第二大金矿 同时也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金矿 该国的黄金产量占全球总量的3%左右 墨西哥的黄金产量一度从2008年的50.8吨 甚至2015年131吨的峰值 但过去5年连续下滑 不过,该国的监管成本相对较低 因此任使黄金开采的热土 墨西哥拥有丰富的金、银、银、铜和铁资源 该国采矿业获得了全球范围的持续关注 与许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同 2017年,墨西哥的大型矿商纷纷加大投入 该国采矿业前景乐观 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白银生产国 并挤身十大黄金生产国行列 墨西哥矿业商会 近期将黄金列为该国最重要的矿物资源 乌兹别克斯坦矿产资源较为丰富 主要优势换产有天然气、石油、金、油、铜、钳、钾、银、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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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其中金、油、铜、钾的储量均处于世界前十位 无资别克斯坦的黄金产量 从2019年的94.6吨 大幅增至去年的101.6吨 且首次突破100吨关口 这个中亚国家拥有开采面积最大的露天金矿 木龙套金矿 很多地质学家认为 木龙套金矿可能拥有全球最大的黄金储量 巴西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目前探明储量的矿产约有50多种 许多中药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列 2011年统计黄金储量2400吨 约占世界总量的4.7% 2019年巴西进入全球十大黄金生产国行列 而且产量连续三年增长 过去六年在亚马逊与林的核心地带 非法采矿活动迅速增加 巴西总统亚伊尔·伯索纳罗 开始推动亚马逊的经济性开发 从而开采其矿产资源 加纳是一个真正天赐的遍地黄金之地 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就被称为黄金海岸 至今这个地方依然有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开采出黄金 其蕴藏的储量可以想象 而今一些大型黄金矿业公司已开始将重心转向这一地区 当地的黄金矿业正处于欣欣向荣姿态 2019年加纳首次取代南非 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同时该国其他工业矿物的储量也非常丰富 诸如安格金公司和金田有限公司等矿业巨头 已经将其业务重心从南非转向加纳 虽然2020年的黄金产量比上年减少了12吨 但加拿大连续第四年保持了第五的位置 加拿大最大的金矿是亚马纳黄金公司 和阿格尼克因矿公司 共同拥有的马拉蒂克金矿 该矿去年的黄金产量超过16吨 加拿大的巴里克黄金公司 是现在世界最大的金矿开采公司 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 美国的黄金产量延续了2019年的下滑趋势 多年来首次跌破200吨 美国接近80%的黄金产量都来自于内华达州 如果该州作为一个国家也能够进入全球十大黄金生产国的名单 Goldstrike金矿 科尔特斯金矿 以及卡林金矿 都是美国内华达州最大的金矿之一 澳大利亚密集的矿产资源 采矿设备 技术和服务 以及发展的快速的独特优势 成为世界灯火辉煌的矿业巨头 澳大利亚的黄金产量连续8年上升 矿业贡献了该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额 以及约8%的GDP 澳大利亚多座金矿产量的上升 以及诸如Mal Morgans和Cady Valley等项目产能的提升 促成了这一增长 博丁顿金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矿之一 欧洲绝大部分的黄金都产自俄罗斯 而且该国的黄金产量自2010年以来一直稳步增长 2019年 俄罗斯取代澳大利亚 成为全球第二大黄金生产国 那么谁是俄罗斯黄金的最大买家 当然是俄罗斯政府 其采购量占本国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根据俄罗斯主要黄金矿业公司的声明和当地媒体报导 俄罗斯将通过开发新的金矿 和加快现有金矿的进一步开发 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进一步大幅增加国内金矿开采量 中国多年来一直位居全球黄金生产国榜首 黄金产量占全球中产量的百分之十一 不过 中国的黄金产量也从383吨 跌至去年的368吨 并且是连续第四年下滑 引发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是环保政策不断收紧 例如进一步严格控制氢化物的使用 迫使多家矿企消减产能 2019年中国金矿以碳明储量为 14131.1吨 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黄金比其他同类资源 如石油、天然气 具有一种独特的优势 那就是它可以回收和循环利用 所以一旦地球上的金矿都被采空了 已经被用在各处的黄金 可以回收再利用 一个人们通常想不到的 身边的金矿是手机 手机的材料中含黄金 还有其他多种电子产品 回收电子产品中的黄金 这项业务正在蓬勃兴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给个赞与订阅 您的赞与订阅 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